2020年美国这场选举呢,牵动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 它的意义相当深远,深远到不仅仅是选一个总统 因为在选总统的过程中,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现任危机 让我们看到美国正在被指责,沦为一个第三世界那样 容易进行政变,容易被干扰选举 选举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舞弊 那么有了这些指责 听起来之嘲,让人们不仅很意外,而且历史会记住这一次选举 2020年选举被称为是一个分水岭 大家都在猜测,它在历史上的定位,它会有多么大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看到了川普带领他的团队 在对抗着全世界的压力,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政要 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华尔街 高科技公司,学者,共和党的建制派,激进派 可以说他的对手包括了曾经的盟友和敌人 在历史上,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他一头扎进去 他在搅动过去20年 全球化的过程中 已经获得了利益的这些政客和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主要的代表是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正在把自己的产品 全球化 在生产的过程中 获得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要保住 目前的这种生产 利润来源 以及利润分配模式 所以他就带动了无数藏在背后的人 现在已经看到的变化 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涉及到美国了 而且在短期内 你还看不到什么结果 川普非常委屈 今天你看到了在华中的DC有很多支持他的人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 来游行 我们看到一张川普在流泪的照片 当他和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接触上了 新冠疫情被确诊的时候 他都没有落泪 至少我没有看到他落泪的照片 这一刻已经不能仅仅用三情两个字来形容了 实际上 他被称为是一个政坛上的硬涵 或者说一个业余政治家闯进了美国政坛 他受到了无尽的委屈 在这一刻 他的委屈能让我们大家看见 我们都知道 反对他连任的 其实有很多股力量 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说 他曾经的敌人 对吧 那么以国家来算 比如说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 这些人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他连任 那么如果说从经济利益受损 这个角度上来谈 几乎美国所有的大公司 都不愿意他连任 实际上也包括了媒体 因为媒体不太愿意正面报道 哪怕你有100万人上街 他也不会报道 至少我们到现在没有看见 那么在政治权里 美国有一个传说中的精英政治权 这个是政治权中 诞生了无数个非常辽量的名字 甚至有一些直接以家族的形式在传承 我们知道美国有两任罗斯福总统 当然还有两任布什总统 克林顿当完总统呢 他老婆也在竞选总统 而且一度 有可能会赢得大选 大家认为 吕总统在美国不会出现 是啊 四年前没有出现 四年后的今天有可能会出现 而且会很快 因为我们都知道 拜登在竞选的过程中 就已经表示出了 他在记忆上的问题 那么他现在搭档的副总统 就是一个女的 所以 美国政坛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之前所有的都被颠覆了 都被推翻了 你现在仅仅看美国会 看得一头雾水 有了黑人总统 有了女性的参选人 而且很快事实上 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女性的总统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趋势就是这样 仅仅有人在支持川普 法院的裁定 是不是会利 有利于川普 他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赢得大选 在选举结果公布出来之前 他能利用的也就这几十天的时间了 最迟1月20号 大家会看到一个结果 我们今天正在 重复欧洲左转的历史 事实上当年的欧洲也是这样的 十几年来 一个接一个国家的沦陷 在政治正确的面目之下 那许多 实际上向社会主义 张开怀抱的国家 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难民 因为政治正确 大家都不好反对它 最终我们看到了结果 不仅教堂被扫了 在法国的土地上 在法国土地上 生长起来的孩子 竟然 能够把质疑 宗教观点的法国人 法国教师 给割喉了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 人们熟悉的一个词叫 白祖 圣母表 实际上今天 欧洲还笼罩在这种气氛之下 许多欧洲人 敢怒不敢言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德国的对媒体的审查 不比中国差多少 那么你说你不愿意看到这一切 今天你在美国 其实已经看到了 所有有利于川普的东西 不报道 有利于拜登的 满世界都是 是吧 刷屏 有人指出选举过程中有舞弊 马上就有人制止你 不许你说 不许你说话 无许是在社交媒体上 还是在视频的网站上 他会对你进行限流 甚至删掉你的视频 封掉你的社交账号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你说了他们不想听的话 这就是今天美国主流的媒体 主流的社会娱乐 他也有引导性 你说哪一张选票有问题 死了二百年 又从坟墓里爬出来投票 这一类的事 已经被揭露出来无数遍了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 川普成为一个推特总统 他的声音除了白宫的新闻网站 只能在推特上若隐若现 因为有一些他的推文也被限制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抗议大的垄断性的公司 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止 他们在钳制人民的舆论 他们来决定 人们应该听到什么 不应该听到什么 抗议的声音看起来还是弱了 因为连美国总统都需要维权了 这是一个很冷的笑话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资本集团 尤其是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集团 都需要足够的时间 把他们挣到的美金 运出中国 无论今后是不是白 没关系 死道友不死平道 不要让我的利益遭受损失就可以 那么在这种要求之下 拜登迎运而生 谁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对手 很难拼过川普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他拿到了很多选举人票 远远高于川普 川普是执政的 在职的现任的总统 很遗憾 他现在像一个弱者一样 要依靠他的支持者 他要依靠发动群众来 呼吁美国出现司法公正 作为一个现任总统 用这种方式维权 可能之前很少有人想到过 是吧 在美国这样 世界上最强大的 或者叫地表上最强的国家 没有之一的国家 能够发生这种 政治上的问题 这是很少有人 能够预料到的 我们还是太善良了 对所有的恶预料不足 尤其是重大利益牵扯的 这些问题 在政治上的表达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极端 原先大家的推测 都陷入了一片迷茫 人们不敢相信 在建立民主制度以后 作为世界楷模的 一个民主国家 地表最强的国家 竟然用这种方式 发动了事实上的政变 我们看不到民众 真实的呼声到底在哪里 没有媒体愿意正面报道他 愿意报道他的 都是一些小众的媒体 都是一些自媒体 真实的故事 可能很多年以后 大家才会知道 即便在司法上有了定论 可能围绕着他 出现的争吵 还会延续很多年 2020年美国大选 值得我们去记住他 因为他 出现了许多人们 预料不到的变化 而且事实上 他对美国宪法的基础 产生了动用 社会正在被撕裂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